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年的孩子更加懂事 一天早上 因为爸爸要提前加班 妈妈还要照顾杂货店的生意 听话的溯源一个人撑着雨伞去上学 在临走之前 妈妈叮嘱溯源要走大路 就在快要到达学校的时候 一个面向猥琐的大叔想要和溯源一起撑伞 善良的溯源看到他临时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大叔 花名一转 一把破碎的小伞散落在街角 这时 爸爸接到了警局打来的电话 说溯源在医院里抢救 并看到了溯源满身伤汗的躺在床上 原来大叔利用了溯源的善良强暴了溯源 懂事的溯源知道父母很忙 他耽误父母的工作 就直接打电话报了警 脱离危险醒来的溯源 因为职场损坏 要一辈子带着排鞭蛋生活 善良的溯源告诉爸爸 一定要尽快抓住罪犯 将他绳之以法 听到女儿的话 爸爸冲进警察局 以至于情绪失控 警察通过调局监控锁定了罪犯 可没有实质证据 必须有溯源的指认才能实时抓捕 为了尽快抓捕罪犯 溯源接受了心理医生的治疗 利用他最喜欢的玩具 可可梦接近溯源 从而指认了罪犯 凶手被抓 通过媒体的报道 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 周围的病友 开始对溯源指指点点 一群无良记者为了炒作 也来到了医院采访溯源 爸爸为了不让溯源受伤 抱着他跑开 当看到不断涌入的人群 而并不断充斥着草杂的人生后 溯源悲痛地对爸爸说 从那以后溯源再也不说话了 无法面对任何成年男性 包括自己的爸爸 在心理医生的安排下 小伙伴们一起打扮成可可梦的样子 给溯源表演节目 在病房里 溯源又露出以前单纯的笑容 爸爸看到开心的溯源 决定以后都打扮成可可梦的样子 陪伴女儿 小胖来到溯源家 哭着跟爸爸说 如果当时他和溯源一起走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从此以后 溯源上学路上 后面就会跟着一群小男孩 这些小男生 就像一个个守卫者一样 虽然弱小 但是坚定地守着溯源 一天放学路上 溯源拦住可可梦 问他是不是爸爸 爸爸点了点头 问爸爸热不热 爸爸又点了点头 回到家 溯源帮爸爸摘掉了头套 还帮他擦汗 此时的爸爸 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 哭了起来 溯源从心里 开始接受了爸爸 被抓住的罪犯 以当时喝了酒为理由 要求重新开庭 爸爸为了不让溯源受伤 独自去见了罪犯 罪犯嚣张地告诉他 自己马上就会出去 回到家的爸爸 跟妈妈说起了这件事 但被房经理的溯源听到了 开庭当天 溯源指认了罪犯 律师询问溯源 当时师傅闻到了酒味 溯源诚实地告诉了他 最后 罪犯被判了12年有期徒刑 宣判当时 大家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只判了12年 绝望的爸爸 拿起桌上的东西 要砸向罪犯 被溯源紧紧抱住了腿 劝阻了下来 影片最后 妈妈又生了个小宝宝 溯源提前回了家 他看着宝宝说 你能出生 真的太好了 电影最后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最孤独的人 最亲切 最难过的人 笑得最灿烂 因为他们不愿 让身边的人 承受一样的痛苦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溯源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